MG的Cyberst 歡迎收看全民風霸 大家好 我是一場 各位 同場嘉義 MG的Cyberst 很遺憾的告訴大家 目前台灣應該是沒有任何的導入的計畫 我來分析給大家聽 因為呢 Cyberst它的起售價是319,800 一直到359,800 那來到台灣之後 我想也要250萬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目前不會有它的導入計畫 但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留言的人夠多的話 聲量夠大的話 我想他們可能也不會排除 把它導入販售 對不對 畢竟你看它的型 雙座 純電 砸刀式的車門 所有的元素讓它 湊合在一起 其實就非常的吸引人 再來呢 它的尺寸我覺得也很漂亮 4米53 寬度1米91 整體來說其實很適合台灣這樣的生態 好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機會 可以試駕到這一台車 那是因為這個染接 目前沒有這台車可以讓我們試駕 但是我們可以上去試乘試坐看看 以外觀來講的話其實非常流線 它還有一個暴風式的車頭燈 然後車側 這個車門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看喔 這個車門 通常你會想怎麼關 想要用手壓它對不對 其實不是 這邊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兩邊都是電動的 基本上使用起來 它非常的優雅 對不對 然後你看 這邊開門的時候 按壓一下 好 我知道 有人要發問了 醫生 這樣子的高度 如果撞到東西怎麼辦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它到底適不適合台灣的環境來使用 假設我停的是機械停車位 能不能用呢 我們先撇除它的重量 你看這邊 這邊有一個圓圈 這邊也有一個圓圈 這是什麼 雷達 我們來試看看它的效果怎麼樣 好 假設 好 假設我離它很近 好 故意站在雷達旁邊 那可以開嗎 按一下 那我讓開之後呢 欸 有點意思對不對 再一次喔 那假設我們換個方向 如果是上方呢 突然出現東西 它停得住嗎 好 先不要理它 先不要理它 出現 欸 可以啊 可以 所以我想這個在設計層面上面 因應這個造型 安全方面也顧慮到了 所以在開車門的時候 你看 車子停得比較近 這個也是台灣長場的狀況 對不對 但是因為雷達的關係 也避免了碰撞 對於我這種很喜歡車的人來講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來它使用的是軟棚 在這個地方 而且它在收納的時候 基本上我覺得不錯的是 因為它車長是足夠的 所以它在收納的時候 它不會佔用到太多的行李箱空間 當然這樣的車型 這麼漂亮 你說要實用 那是不可能的 好 謝謝我們來看一下 車尾的造型設計 車尾的造型設計呢 基本上我認為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它的方向燈 設計得有一點太直白了 就是兩個箭頭 有沒有 這邊兩個箭頭 如果它可以用其他造型的話 我個人認為啦 以我的生命觀來講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看 但是它的下擾流啊 等等其他的造型 其實實車看起來 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呢 後尾門 有沒有 後尾門是很大片的 打開之後 往裡面看 你會發現 基本上滿深的 但是啊 畢竟 後面整體的車體 它是比較薄的 所以行李箱空間 它的高度表現 並不是很好 但是深度表現還不錯 戰板打開之後 裡面補胎劑打氣機 像這樣的車型 如果你說你要去打高爾夫球的話 你要整套塞進去 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可能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車內空間 內裝的部分 維持MG這個品牌一貫的作風 就是在質感的營造上面 在Cyberster上面 其實又更出色 你可以看到 它全車系標配的就是 柏根蒂宏的內裝 重點是它整體啊 不管是座椅還是內裝 它都是用雙材質拼接而成的 不管是皮革或者是脊皮 造型方面採用了一個Y字型 在左右的包覆上面 其實也很好 還有在門板 你看我隨便摸 這個是門板的最底部 但因為它會上線的關係 所以它會常常對到你的視線 所以這邊也是用軟質的 旁邊Bose的音響 採用鋁質的試蓋 整體來說質感是非常好的 再來很多人在意的 就是我坐上車啦 那麼我要怎麼關門呢 這邊嗎 不合理吧 對不對 所以在中央庵座這邊 基本上有很多的操控按鈕 所以我上車之後 就可以優雅地按下這個按鈕 它就會下來 我來試看看有沒有 One touch 有 開是有的 那關會有嗎 照理說應該會有對不對 沒有的話就太不應該了 OK 有 但是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問了 以成這樣的話 門底下有雷達嗎 如果夾到小朋友怎麼辦 來 我們上小朋友 我以後到底還能不能幫大家試車呢 就看這一道 OK 所以我們會知道 這個東西基本上是很安全的 就算夾到人 夾到小朋友 基本上輕輕地碰到之後 它就會停止了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考慮是有周到的 另外呢前方 三幅式的方向盤 上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妝點 Super Sport 這個聲音有點意思喔 然後方向盤採用的是非真原式 上面用皮革包袱 整體來說 其實手感是很好的 那另外上面這些功能 詳細來說是什麼 其實我比較沒有辦法 幫大家很詳細的解說 那是因為這台車除了是展車模式之外 在這邊的車啊 很多都呈現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要註冊帳號 進去然後激活這一台主機 你才有辦法正常使用裡面的功能 不然我現在怎麼按 幾乎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很可惜 對不對 但是它採用的是環繞式 電子式的儀錶板 旁邊顯示什麼 功率啊 計時器啊 一些競賽類的東西 衝刺的時間 個人成績 比較特別的是 它還有賽道的分別喔 你看它還可以切換在大陸不同的賽道 上海天馬 南京萬池等等 在不同地方就用不同的計時器 這一點是蠻特別的 空調 跑在這個地方 或360度的環境以下 可以從這邊來做開啟 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從這邊操控空調 或者是車輛 能量流 充電 放電 是整合在這個地方 旁邊 這邊其實我很喜歡 做的還蠻有跑格的FU P檔 R檔 N檔 採用的通通都是按鈕式的 或者是拉 或者是按 造型很好看 那麼後面呢 除了可以控制門的開關之外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中間這個 電動的頂篷關閉跟開啟 其實我有點緊張 因為以我的身高來講 在台灣有一些敞篷車 我坐下去之後 篷關起來 我就會頂到頂篷 我們來試看看它關起來 需要多少的時間 然後它會不會抵到我的頭 來 1 2 3 開始 1秒 10秒 差不多10秒 11秒左右 基本上速度還蠻快的 然後關起來之後 欸 頭點還是有空間的 雖然在感受上面 的確會是比較壓迫 但是像這樣的敞篷雙門叫跑車 基本上壓迫感都是差不多的 好 門關下來 體驗看看 你看 這就是整體做倉的感覺 然後開開開開 有沒有One Touch 通常頂篷不會有啦 因為安全的關係 你看 這個就沒有 好 所以你要打開的話 我猜啦 放慢車速 在一定的車速以下 應該就可以打開 然後就收起來 這樣就完成開跑了 各位 各位 有沒有興趣來到台灣之後 你到底會不會為這台車買單呢 目前啦 原廠沒有引進計畫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這台車來到台灣之後 如果價格漂亮 我想應該還是很有機會 因為這台車 它其實還有很多好料 全電動化的 對不對 500多匹馬力 700多的牛米 時速0到100公里 3.2秒 77度電 前面的傳統車輛引擎蓋打開之後 稍微挖一下往裡面看 幾乎都是鋁合金件 我猜這台車開起來應該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只可惜這一趟呢 我們沒有機會試駕到這台車 鋪了個空 但是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回到嘉欣 然後再來幫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 試駕到這台車好嗎 你對這台車有什麼想法呢 你喜不喜歡 你覺得它多少錢才合理 如果是250 那你會給它機會 你會想看看它 你會想購買嗎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喔 我是怡臣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